嗨,各位好嗎? 大家好 又遲了開波,不好意思 要先道歉,有點意外 不過觀眾就問是否連Facebook技術都搞得不行 我剛剛回覆了觀眾 有些有趣技術問題是可以分享的 不過如何有趣呢 但身處現場就未必會覺得很有趣 第一,我們全世界準時在這裡集合了 不過第一,呂王很明顯地看到 就不在香港的 哈哈哈哈 他的人 有貓在這裡,不要緊,下一人看到了 一走過,就繼續在騷擾 呂王就不在香港 是在遙遠的東映 是 他企圖千里傳音,打電話進來 到現在還未收到 所以這個好騰,當然是第一個技術問題 就不是Facebook有什麼問題 而是把天涯海角放下的時候 就不是下千里傳音 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技術問題就是人的問題 就是原本是女王家 就是有人拿著鑰匙 人到現在都不見了 知道我們怎樣爆隔都進來的 這個挺有趣的 哈哈哈哈 我們用了半小時的時間 爆隔爆了 飛佛佔領女王家 不是佔領中環 是佔領女王家 合法的 女王遇準 遇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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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在前面 第三個技術問題 經常所有導演都說 有兩種東西很難在鏡頭裡出現 一隻小朋友 二隻小動物 這群貓 雖然大家很喜歡牠們 但是女王一早已經說完了 貓是野性難巡 是不會理你的 我們浪費了一段時間 就跟貓在搏鬥 現在那隻貓都在搞 女王不在那隻貓是造反的 基本上野性難巡 不會聽我們說的 而其中一樣我們搏鬥的東西 就是 有幾個味道 這群貓仔 就用牠們的尿液 宣佈佔領了我們的駕生 所以你們聽清楚就聞不到 但是我們呢 我們就清洗得很辛苦 像我們的線路 其實就要跟貓咪清洗牠們的鼠鼠 所以變成貓是第三個技術 味道仍然留在那裡 很明顯的貓 給個樣子看看貓大哥 牠不理你 而牠們已經打爛了那碗碟 已經打爛了東西 基本上這些技術問題 不是常人難以預算的 所以希望各位觀眾也不要介意 因為網台什麼都可以發生 我們是不介意的 什麼都可以玩的 我們不會說鏡頭很帥 重點是可以開到咪 終於都可以開到 還要開咪 經過千方百地開咪的阻撓 阿楊今天也有很多氣頂事 這幾天都好 有些過癮事 有些氣頂事 我們先講一下早一點 特首選戰大家知道 上星期一都準時 林鄭好像動員 鋪天蓋地 好像有一堆支持言論 所以先前上星期已經分析了 煲胎宣布了 辭職這麼久 又不批諸如此類 不是煲胎 薯片 胡蘇仔 胡蘇仔 胡蘇仔宣布了 胡蘇仔宣布了 辭職這麼久 都未批諸如此類 其實大家心裡有數 不是有大不大小的問題 記得就是上次分析了 就是689之所以被退選 都是48小時通知 關鍵因素就是選委的票數不見 所以臨到選委選舉前 他被勸退 哇 你好嗎 嘩嘩嘩 撲壞完美之大帝 我知個位是你的 各位和觀眾打招呼 他很快會用美姐的鏡頭 嘩嘩 濫出那下 48小時突然勸退 然後選委的票一出來了 薯片就宣布參選 不是宣布參選 不是宣布參選 是宣布辭職 很明顯就是 點票那一下 他覺得有把握 或者有機會 或者形勢太明顯 在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想像 如果原本的 選舉工程的設計 就是要689連任的話 很明顯 由薯片叔叔 宣布辭職 到林鄭宣布辭職這段時間 肯定有很多部署要搞 雖然林鄭嘴硬 說我和前任特首很不一樣 沒有路線的問題 共產黨是不會跟你說這套的 共產黨是永遠是路線先的 集體領導的 不能夠有個人意志 不可以的 所以他講還他講 事實上也看到的部署 很明顯是路線的問題 如何確保路線的延續 即使換人 所以現在越來越明顯 就是換人還是換路線 有可能換了人 而微調路線 未必是換路線 這個分別很大 路線可能同一條路線 就是執行的方式 亦可能會微調 也會微調 即是說路線不變 但是執行的形式可能有變 人亦都可能有變 林鄭說了 她會和上任特首不同 有幾不同的 大家拭目以待 但起碼現在就看到 鋪天蓋地的動員情況來看 其實每次都是打著一個目標 就是打著胡蘇仔 是針對胡蘇仔 所以就已經說了 原本說有機會幫她助選 所謂增營的人 基本上已經已經跳了吵 很多已經 但增營跳吵 胡蘇都沒有什麼反應 但最大反應呢 是葉劉 昨晚都哭了 完全理解到她的心情 先不要說 叫得桃桃果然不同凡響 大家不要理她政治立場 大家從她的角度想 也真的哭得出來 為甚麼呢 做了這麼多事情 出錢出力出心 他還要跳口 犧牲這麼大 幫老董2003年 揹那一條23條的鑊 淫身如虎揹了十幾年 十幾年 最後呢 特首的位置都不給我 還在最後 彈過這樣的師妹出來 還有那些已經 本來說 會支持她的選委轉態 去了她師妹那裡 吹北風 擺明就很侮辱 覺得 起碼跟她的立場 所以不是說 這不是人的問題 而是路線的問題 不過這樣 這位葉劉呢 你也苦心自問 你出錢出力出心 盡心說 對 我們看到 大家認不認同她這樣做 是另一回事 她的確是出錢出力出心 不過 是吧 中共也好 中國也好 中聯辦也好 那些 完全 這十幾年來 尤其是最近幾年 有沒有虧欠過你葉劉呢 應該就是說 她自己做的這些飯 就吃得鹹魚抵抗 第一吃得鹹魚抵抗 第二 你的回報也不少 我們看見最近 以最近選舉為例 擺明你那位姓榮的黨友 是客氣選 是不是 不如 不如你回答 沒人問問題 不如你回答 講的語無論 像連身邊的黨友都頂他不信 都當選 還要犧牲公聯會的親生子鄧家彪來 推你到新界東上 西環契仔西環契女 無出其誘 這樣捧你 所以有一個落差在那裡 會不會是他誤會了 原本受力捧 現在突然變成冷魚 有可能 不過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真的 你說你愛國也好 國家沒有規待你 中共一直都說得很清楚 這件事 當時你要為國犧牲 你要為國犧牲 革命也是你自願 但是你犧牲得 你的回報也不少 這十幾年 計回報一回事 用共產黨的思維就是 你參加革命的異舉 犧牲是預算的 革命無分前後 所以基本上 你要犧牲就犧牲 你想想 中央什麼時候 會愛惜過你那些 所謂老丈的 性命身家 有沒有愛惜過的 你看一下黨史就知道 你看一下黨史就知道 他應該用共產黨的思維 就不會難過 你一切要為黨犧牲 我們感覺到他不是 正在喊哭 他真心喊出來 他真心喊出來 更加證明了共產黨 不可能捧他 有什麼可能是一個 黨性那麼弱的人 你連這個這麼簡單的事 你連這個這麼簡單的事 你都不明白的時候 他不會讓你做特首 特首是香港最重要的政治職位 就是執行黨的政治路線 你對黨的了解 原來是這麼弱 這麼弱的時候 你怎麼做特首呢 不要完蛋 所以這一下我們看 選戰形勢 一個星期就已經轉了很多 很多東西出來 也有很多人經常說 是不是大細超一定要胡蘇 可以說是 但也不是完全是 的而且這次轉太 就是推人下馬 換馬這一下 北京很狼狽 肯定很狼狽 所以現在還在收拾殘局當中 顧公算是大禮還是大包袱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顧公算是大禮 但處理手法很差 變成大包袱 是的 黨官 香港的港官 他們在執行黨的路線 真的 比較差一點 但是也可以看得到 你在這二十年來 即九七之後二十年來 你培養一些治港的班底 完全沒有辦法取代 原先英國人培養出來的政務官班 沒有用的 完全不行 其實有些親圈子人士都已經說了一樣 很肺腑之言 上星期已經 不是外照人肺 有人自動和我聊天照肺 都很清楚地說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為何那些有料的人總是不肯埋擠 我亦都問過 你又是統戰功夫了 對 親中裡面說過 為何你們找一些示威出來的人 踩到城地都是五星紅旗之後 為何不出得起錢 麻煩你找一些像樣的人出來 你們 臨時議員也是議員 他說 出錢也請不到好的人 好的人 坦白 好的人真的不願意做這些事情 好的人是不願意做這些事情 大家明白 就是說 治港路線其實是出了問題 所以又回到老大蘭的問題 就是 黨的思維不如路線走先 但是從來沒有檢討過路線 檢討的只是人 也就是說 北京和香港的意識落差 認識落差 是大到這個地步 好的出不來 他就唯有拿那些進入那些 他不能夠不找人出來 他要找那些 願意出來的那些是哪些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那些 就是舉著紅旗 然後踩紅旗 不是反紅旗 就是踩紅旗 然後團地團到可以做財政師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再找這些事情出來搞 更加不可能會有人才 埋堆 當然 原來團地團到可以做財政師 還有誰跟你說這個 廉潔 不用旨意 不用旨意 團地之後 還要口顏無恥地說 我是聖經尼家書 行功而好 年輕人還在那裡 哎呀 隻貓在桌上 去完屁屁屁 你洗一腳沒有 年輕人 哈哈 我們繼續做節目 然後他踩到機上 在機面上 扔下VV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我對貓不爆粗 我對貓 我一向很愛心 我真的沒有拿命 我叫媽媽回來治你 你不聽我玩一回事 哭不得了 哈哈哈哈 對不起 這麼嚴重 技術問題 貓製造的技術問題 我想他們掛著媽媽 掛著也太重要了 這個明白的 小動物都有憂鬱的 明白的 為什麼這樣對我 你找一個團地的所謂財政師師長 還要團地 還要大規模經營劏房 然後被人揭露 還說我這些人行公二號憐憫 是符合耶穌的愛 這樣變成 為什麼好人不埋堆 或者有本事人不埋堆 好了 再不檢查路線 你看 你聽中國傳統的智慧 黃安石說 既明久度出奇換 此事之所以不知也 你整班都是做雞做狗的 雞鳴狗道 那你真正有識之士 怎麼會埋你一堆 我覺得 就是侮辱了小動物 雞和狗都不是這樣的 你明白 這樣也是 真是不好意思 雞就是很有經濟貢獻的動物 波蘭生蛋 狗是很忠心的 雞也非常準時 所以你用雞鳴狗道來形容的話 大家勉強可以接受 但我覺得委屈了小動物 現在的情況 比方後更慌 所以一個禮拜情況變成這樣 所以都是大家心疲氣和 我經常講二戰輪戰 第一 到底林鄭可以挖到幾多所謂 原本是胡蘇仔的所謂鐵票過來的話 拭目以待 但泛民應該不會接受 300票應該是胡蘇仔那邊的 反而出現了哪個 戒票現象 就更可怕 我不當他是奸 客觀來看是戒了票 胡官出來 跟年輕學者開座談會 又單人匹馬 下去屋邨 這個真是真是 當年憑老董當選的條件 你夠膽死一個人進去 可以回來的 就選你了 胡蘇仔做了這件事 而同時 胡官也會做這件事 接著胡官的深夜 一學者之後 還有一個萬聚 如果沒有記錯 談好投契 有些人甚至說 終於聽到有人說人話 這個我很害怕 為什麼 不是說這句話有什麼負面的事 而是說如果有些核心的 泛民的人 甚至是專業人士 都覺得胡官終於肯說人話 心向胡官的話 實際是戒了胡蘇仔票 這個客觀效果 我不假設胡官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經常說很冷血 以戰論戰 情況就是胡官是戒了胡蘇仔票 還有胡官是本輸來打 誰熱門誰冷門 關我什麼事 我就是做自己 我一向都被視為大冷門 甚至沒有機會 那怎麼辦呢 我就是專心做好自己 所以我不會受任何情緒影響 不會像葉劉那樣 覺得自己很有機會 突然間原來什麼都沒有 他從來由開始到以後 我相信他都不會這麼深 盤輸來打 他可能去得更放 應該就是說 又說路線問題 不好意思 我經常說的好像冷血 站在中央的立場 路線來看 是葉劉自己誤會了 所有資源分配給他 諸如此類 是要造就他成為地區直選的票後 很明顯的 功能分配得很清楚 不是叫做特首 兩回事 有消息說他那時候 是願意讓你做立法會主席 他又不想做特首 這些是很多傳言 不過只是說他捧你去到那個階段 當他不了解這個黨的時候 不了解這個黨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錯意 會錯意之後 就自己傷心 沒得完 憂鬱病通常是自己鬱自己 所以希望他看開一點 其實中央院又是看路線的事情 定位是地區直選的票後 要來碼住地區的倉腳 即是所謂中產專業的那群人 在太古城的屋苑地方 他們就在票後 要你碼住地盤 你地盤不能夠鬆動 在這種情況下 居然想做特首 你先問一下中央會 我也很擔心 反正無關一身輕 隨時就參選 哭完就算了 始終都是面對現實的 我相信他不會因為這樣而退選 但阿爺的部署 已經看到這段時間之內 胡蘇仔宣佈了辭職 一直都未批 等著林鄭一起批 其實就是這十幾天裡面 北京拼命背後做事 即是選委的票 現在應該是超過送的 包括了一些很核心的人物 都已經幫林鄭拉票 站穩台 包括陳智思在內 謠言為甚麼原因都好 至少陳智思現在已經站在那邊 應該就會站穩台選舉委員會 選舉辦那邊的事 所以這件事的形勢急轉直下 林鄭拉票也出來了 這件事其實她一直在背後做事 所以玩這個遊戲圈子的人 其實應該早點看到 你知道她突然間遲遲不公佈 她兩個突然間遲遲已經部署好了 我才正式出手 大家要知道 即是共產黨做事的一些手法 她一定政治上最穩定的 這要大局大小才算得 但還有一個懸念在這裏 一輪到你了 洗腳眉小子 你很拿我的命 我不會對你怎樣 我對小民還會不得很開心 繼續繼續 她打個轉 上下鏡 開心一下 坐下 即是表示這個 算是主權 表示完主權之後 她會走了 哈哈哈哈 啊 拿命 所以這段時間阿儀在做事 就是好像超過了 但還有一個暗勇 還有一個 unknown factor在哪裏呢 非常感言的成報 繼續在逢西環 逢西環 就是假造王 就是假傳聖子 其實建制 至少北京不是這樣想 這個張小明 還有一個懸念 如果真的一年左右 那為什麼成報還是這樣的呢 很有趣啊 哈哈 戰況是相當樸索迷 在這個情況下 唯有繼續密切留意 接下來這個連銷 都還有政治事件出現 剛剛收到最新消息 就說 香港民族黨被DQ了一個攤位 什麼DQ都有的 現在連銷攤位都可以DQ 我們先講政治 按道理 建制經常都說 不能夠用政治干涉商業 連銷算是一種商業和民間的文化活動 今天警務署就講了很有趣的原因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關於警務署事 就是警務署說 因為考慮了連銷攤檔 到時就會是人潮密集的地方 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裏面 如果會出現一些所謂有爭拗的事件 那會不會形成一個所謂公眾秩序的隱憂呢 為了公眾利益 我很久沒有用這個字 用公眾利益 DQ了公開投標投回來的 不是貓 公開投標投回來的連銷攤檔 以前沒有出現過這個形象 從來沒有出現過 從來沒有出現過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也從來沒有出現過 兩隻貓在一面前 搗亂 很明顯是完全政治干預了商業 有個說法就不是純商業 要是擺明他們賣 不所謂 即是港獨 你不是完全可以用商業去理解 但有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維園連銷是否真的說商業 十幾二十年來 也有很多政治意識的攤位 華叔在賣揮出 又不見有人說公眾秩序有安全隱患 我記得是九零年開始 就是支聯會開始擺攤檔 支聯會年年都擺攤檔 已經是二十幾年了 獲得磨亡六四 買民主類神公仔 每年收到很多錢 現在收不到什麼錢 算了 不要緊 接著很多政黨 九十年代初中期開始 各大政黨都拿位 自由黨又拿 民主黨又沒有 當村全家 公聯會民建聯什麼都沒有 唯一的說法就是 民族黨危險到恐怖主義 這麼看得起他 這麼看得起他 大家心清眼亮看到這件事 從未試過用這個高度去處理 當然六八九還未下台 路線不能改變 肯定是扭打的 扭打到這個地步 如果到時有實力人士 一早在口 會去踩場 不會是派吉 你應該走 一定會搞事 在這個情況下 刑事恐嚇應該是誰 不是警察維持脫罪嗎 保障守法的公民 是的 保障守法的公民 誰不守法 行使暴力的 你是不需要理會他 什麼背景或者什麼政治 取態 總之行使暴力的 你是去制止 甚至是拘捕 所以情況越來越古怪,今次處理的高度問題就去到史無前例 對付一班學生歌,原本是不成氣候 如果制度自信,自信到一個地步,華之旅點搶都不會出事 為什麼用這麼高調來處理呢? 實際上不需要高估這班人,你直接DQ兩個本土派的立法會議,本土派幾乎是一招清袋 都未止,因為殺傷力是繼續的,剛剛也有另一件事宣佈了 其餘那四個議員玩上訴,包括法援都不允許的 你不允許法援下一句,你已經知道什麼事,我預計你不夠錢打官司 所以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反彈,甚至他們的支持者也沒有什麼反彈 我想他們的支持者暫時都未想到如何反彈 又是那句話,我不要說黑心,我怎樣都不如很冷血 經常說的議戰論戰,一早已經說了 你不可能用快樂抗爭的手段去做你現在想做的事,這不簡單 但也不需要高估他們的實力 其實你是不斷製造一些社會的議題和空間,讓這班人去發揮 應該就是現在製造另一個空間出來,把他轉入地下 沒有所謂的,早晚會轉入地下 即是預言了他早晚轉入地下 只不過是四處封散,四處扭打 問題就會出現一個更加過癮的情況 就是轉入地下,你是不是真的還能控制到,管到,看到呢 這是另一個更加過癮的情況 他喜歡製造地下黨,就好,隨便 例如在建制裏面,或是在議會裏面完全趕走 所以在議會裏面搞法律抗爭也有省了 在議會裏面搞肢體暴力抗爭也有省了 também後來議會早晚就變成人膽象皮圖章 這個大家也預料了 為什麼就說 寸到必爭了一下 為什麼一早已經提了大家 即使是功能組別的議席都不能放過 就是說當你否決了政改之後 你原地踏步的東西 你就只能夠在這個所謂原地踏步的框架裡面鬥抗爭 爭取要用的東西 所以就說 不玩法律抗爭又如何呢 起碼在選位裡面看到威力 三百多 一下子就已經清了六百九袋 很有效 而且很多專業界別是還數 百分之一百還數 但還未完全醒覺 街邊的魚丹檔 只要有食物牌照 已經可以有飲食界的選民了 有多少登記了 沒有嘛 所以很多原本英國佬當年的功能組別設計 擺下來這些所謂左右大局的票 還有絕大部份的人都未曾拿去用的 就算地區直選 還有百多二百萬人是未登記的 而且當中 甚至沒有參與投票 年輕人 尤其是年輕人 所以問題就是 年輕人都去哪裡了 說了天下無敵 說就好像是那群人 實質上沉默的很多年輕人是絕對冷感的 是年輕人自己的沉默和冷感 數字都看到了 無關的事 但真的肯出來的不是沒有人支持的 就算很冷門 中醫的界別 肯出來的有三個 其實全部都進去 其實不是吸不到票的 如果多過三個 會怎樣呢 雖然有些界別擺明好像是做給某些人 你沒有爭取過 這是什麼事 所以未來的政治省谷等等 會越來越好看 就算你現在的千億個選壞 都不是百分之一百 聽你北京之笛子 肯定不聽 問題就是 上次已經說過 即使唐堂被人拉後腳 選不了 真可憐 還有兩百多票是不買的 當然經過了幾年 不知道是統戰還是什麼 這個又不敢說 但我只知道本地商界的怨氣是很深的 矛盾氣很大 所以會不會本地商界 你是否完全百分不控制得到呢 投票的階段 他們會給哪一個呢 所以我們已經分析了 如果泛民三百多票 再加上唐營的兩百多票 其實已經決定了哪個特首 差不多 已經大約六百多了 五百多了 因為六百已經搞定了 今次是一九四 不用六八九做特首 今年是很過癮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唐營的兩百多票無失 泛民的三百多票是同一陣線的 基本上已經左右大約決定了哪個特首 除非人家可不可以拿盡的 很難啊 或是你背後有些人進行政治動作 讓泛民的票分裂出來 或是原唐營的票分裂出來 那又是例外 這個巧妙的tipping point在哪裏呢 就是唐糖表態的問題 唐糖表態支持林鄭 起碼我的口是這麼說的 我未知實情如何 我的口是這麼說的 因為固自然已經安置了 你發覺唐糖已經差不多 升到像董建華那樣高度 就是退休人士來計 基本上黨中央已經很關顧安置了 如果唐營沒有了唐糖吹雞 那會不會那兩百多票留在林鄭那裏呢 這個就要想了 既然講開唐這位姓唐的公子 有一點點搖頭炭式 你當年被人這樣整法 你痛定屍從洗心革面生罪教訓 五年生罪五年教訓 不用十年 你自己去 從直選的方式 選區議會選立法會 重新組織回你的社會 支持力量 五年之後他現在還有很大機會當選的 不是開玩笑 他自己被人這樣玩 哭了哭了之後 回去喝紅酒 做副家人探索 算不算 你這個完全是無骨的表現 所以就是說你富二代 和另一個人物的反應很不同 同樣都是遭受到這麼慘痛的教訓 那位曾主席 你看 他一樣的選手是更慘重的 幾十年那些 差不多一包清袋 弟弟被人蓋上去 弟弟還被人掛兩巴 老外國情何以堪 但是曾主席起碼痛定屍痛 就像你所說的 生罪教訓 所以他埋了智庫那邊 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訓練 搞人才 搞活動 你看到是正在做事 看到正在做事 而且有個反思 是整個內心 你看看2003年23條 他撐了23條的款式 現在的款式 完全沒有人 所以一個很過人的變數 什麼加科呢 反而是老外國 所謂老土共 老外國那邊 那些票會去哪裡 我反而覺得這個很大原念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想這件事 以為共產黨 本地的共產黨是鐵板的法 實在不是 你看上次的分裂現況 曾德成一 曾主席 盧劈炮那一下 看到的 所以那裏會有變化 會留在哪裏呢 這個不敢說 因為很明顯 就是不接受的路線 尤其是是 挑起社會分裂這件事 而這件事 我不是說吊詭地 當年土共起家 六七暴動的時候 可以這麼說 但是你看曾 玉成的立場 態度 完全不是這樣的 他是反對分裂社會的動作 尤其是六八九的 所謂人民鬥人民的姿勢 他們都是過內容 他們都是受害者 完全明白 他們完全明白 這不是不應該 這是不對的 其實如果你看看曾 曾主席的立場 反而他是做一些 偏中間的事 所以所謂進步泛民也好 未必一定反而做得到這個功能 我很高興 但是他們的政治歷練 比起所謂進步泛民 是厲害很多 當年港英的那種 對傳統老外國的打壓 高壓 不是人人受得起的 是不是 真的分分鐘 傾家當產 全家 他們熬過那段時間 熬過九七之後 還被人 被自己有玩 所以他們的政治歷練 我可以說 是香港政治團體 政治陣燃中 政治歷練最強的那班 問題是他們能否突破自己的思想 所謂突破思想這一下 至少曾主席突破 他起碼有一個突破到 我未知其他的反省有多快 如果你不想走六八九路線 你不想看到香港 繼續分裂內號內鬥 可能曾主席會有意見給 我不知道胡蘇仔有多少會聽 亦都對政府的不滿 不止是這位曾主席 我們看到 例如 左派那個教育界 對吳克劍的那種批評 很厲害 你這個局長 你已經不是 不是局長正不正正 你是嚴重破壞 他們教育界的底線 去到這個地步 他們知道 不可以支持你 還要罵你 所以這件事 你這個政府要自己考 有良心的請自己反思 為什麼要你做到這個地步 難度高 有良心就是難度高 難度高 為什麼經常說 好人不肯埋位 好人不肯埋位 你明白為什麼 好人不肯埋位 曾主席也不肯埋位 最少得過的 我正在辛苦這件事 真的不好意思 做到頭都爆 那1194票 我已經對上人名的了 我已經對上人名的了 194票 1194票 我對上人名 沒有多沒有少沒有留 應該就沒留了 然後 什麼背景 朱雅俊仁正在數 我自己在數票 實在會去哪一邊 我天天留意變化 比買馬還要12隻 12隻 一194隻 不知如何打 194隻 為什麼我這麼留意細節 又是一個很冷血 二戰論戰 到底哪一類的票可以拿得到 哪一類的票拿不到 才是決定選戰結果 絕對 不是在於你現在 炒蝦、拆蟹 罵這個罵 罵是沒有用的 OK 你罵是沒有用的 正如有看過三國演義的 曹操的名句 滿朝公卿 由朝哭到夜 由夜哭到明 能哭死董卓虎 沒有用的 所以變成就是數票 以戰論戰數票 和那些票可以怎樣拿 最害怕的是 有些人可能喝慣咖啡 沒什麼留意人家喝孖精那些時候 就忘記了去數土共的票 這就是很大人害怕的一件事 因為那裡其實並非鐵品一塊 他們相對於其他新革命那些 餵、五豆米肯折腰 完全不是那種 阿雅的分析沒錯 他們經過幾十年的歷練 基本上你嚇他就不會害怕 你買他就未必買得起 他真的有自己自由意志 可能因為有原則 他們原則性是比很多 現在所謂的契仔強很多 而他們是為了契仔而出賣他們 所以革命和本先後 但明知道黨性是這樣的 但是黨性如此一回事 這班老外國 本身他們不是鐵板一塊思考方式 所以其實就是其中一個拉票對象 應該就是這一班 所以我未見曾主席轉態過林鄭那邊 留意清楚這一下 因為曾主席的思維方式跟他有一點類似 他明白什麼是路線之爭 亦不是人的問題 你把口說 我跟689不同樣 對他來說是沒有意思 他們見得換人 他們見得換界太多 優先考慮就是路線問題 很重要 我想他總在摸底 總在聊天 而且他們摸底之後 也有一點要記住 不要純粹說我揣摩上意 是呀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最低必的政治 政治來的 總之是政治投機 哪邊西瓜靠大 哪邊我覺得大 我就投一投 這個已經不是這種玩法 真是 做多一點工作 做多一點政治分析 數一數票 眼睛瘋了 閉嘴聲 不要怪我 現在玩法跟以前不同 也應該說 我真的要說一句 我從來不贊成什麼快樂抗爭 快樂什麼 我從來不贊成 鬥爭就是鬥爭 你不要跟我說快樂 結果才是快樂 過程從來不會快樂 由英國佬留下 代議政制 功能組別開始 幾十年 幾十年 香港的選民 學懂怎樣玩政治 沒有 所以有一點難怪 當年英國佬體練 不給你票 為什麼 你懂得玩政治 才算 我給了你票又如何 你去到今屆選委 或今屆立法會選舉 功能組合選舉 才叫做真是有人吹雞出來 要全民參與 就算是小選也要參與 早的應該是這樣 早的應該是這樣 早一代的人 想法思維 跟新一代起的那班 這樣就結癖 一有願意政治 願意投入政治 就有政治結癖 不願意投入政治的就說我們只問生活 不問政治 到現在這一代既不論政治潔癖 也更加不會說只問經濟不問政治 總之我們就一定要爭取政治權力 在有限的空間之下爭取我們最大的空間 不同了 思維方式不同了 過了足足一兩代人 新一代起 才可以有這個新的轉變 所以我看到的進步 但未許 過分樂觀 天真的繼續天真 老練繼續老練 兩班不是同一班人 而且也沒有這個混合 不是說那個組合裏面 既有原則 但是有老練的人 有沒有這麼多組織 老練真的沒有什麼老練 民主黨到現在還這麼天真 當年最老練真的是司徒華 因為他本身對共產黨十分了解 他是鬥爭長大的人 他直接在共產黨的鬥爭下長大 但是現在他 這件事沒有了 他死了之後沒有了 沒有 全部都繼續在吃老本 吃老本 老本沒得吃的了 所以你知道老本一定早晚吃盡了 但是上一次選舉也看到 我也是嘲笑你而已 何君要3萬票贏你10萬票 你就吃老本了 而且老本是比那些最老的那些 什麼民協之力更疼 真是真是 所以這一刻的世代交接也好 失效也好 甚至不說戰爭才算 矛盾會很大 但是今次選舉 看到很多新面孔 都是年青那班進去 好事來的 現在回歸20年才會比較遲 我記得你宵公一兩個月前說 年輕的那班中產專業 新一代的專業 或者 還沒拿到專業之力 但是已經在這條路訓練的這班人 意識形態變了 一面倒差不多 完全是一面倒變了 所以看到會計組別的選舉結果 已經看到什麼事 你以後還能動 什麼什麼團地玻璃還能夠拿進去 當然會計界不是會叫團地玻璃進去的嗎 當然立法會那個代表就是團地玻璃的陰公 我看回想大家真的 200年還是他 以後還會不會是他 你自己看回計界的選舉 會計界之恥 韓家知有什麼背景 我不說 團地炒地就一定是香港的敗類 這些是破壞社會 香港最 最民生的關鍵就是 土地 房屋 最敏感的 你還走些團地 炒樓 這些勾當 還行公而好聯盟 這些就是敗類 不理你坐什麼職位 人格敗類 人格多散 戰況就是如此激烈 這次數票也提醒大家留意一下 老外國會去哪一邊 值得研究 我覺得老外國那邊多少有些認清形勢 有些少 進步 因為他們的政治歷練 原則性是比較強 為什麼數票數那麼辛苦 你泛民300% 我當你是一塊 唐營我未知 商界 相對來說是統一 計算利益 上次已經分裂了 新版塊 舊版塊 問題 這次還有新版塊 舊版塊 嚴重呢 這個自己研究一下 但是 的確在所謂愛國陣營裏 都是有新版塊 愛國陣營都有分新版塊 換血 換了多少呢 我們在數 我又在數這件事 希望大家一起數吧 千萬不要漏了 數這件事 正如我所說 如果你泛民300 加唐營 原本200多不變的 已經500多 關鍵那幾十 視乎在哪裏呢 一就是商界裏偉分回來 二 其實就是愛國陣營 傳統老外國陣營 傳統老外國陣營 變成數票那一下 就不可能說 因為你屬於某個功能組別 當你鐵板一塊全部票 都會過給某一個候選人 這是不合理的 以前的傳統智慧分析 不可以的 因為上一屆689已經證明了不可能這樣做 如果不是 為什麼只有689票呢 為什麼只有689票呢 又為什麼會 那個遙重影響功能組 被殺到出來呢 對呀 上一屆選舉的時候 梵明那幫傢伙 都不肯進去選委那裏 爭位坐的 其實選委裡面 差不多青一式都是自己的傢伙 除了立法會議員代表 青一式都是自己的傢伙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會出現689的現象 都會出現差點 留選的 即是留會的現象要重選 都會出現一個險情 不可能今屆不出現險情 不可能的 況且上次的社會分裂都沒有那麼嚴重 經過這幾年之後 我們的節目都爆出來 佔領中環都玩過了 那麼嚴重的社會分裂和對立的情況下 再爆上港獨議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什麼可能 那個小圈子不反應大氣候 所以數票要小心一點 起碼我會很認真地 很老土地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什麼行業出身 我真的好像 數斗的數法 那1194 我先對齊人領 一定不會錯 不會漏 然後不會人等背後 是什麼樣子 我先數 然後我先對齊前的 那些什麼 言行 立場 企委 那些東西 我先再分裂 希望我盡快做到 因為三月才選一回事 但是拉票就不能太遲 因為很快就要提名的時候 很快就要提名了 希望宵公的分析盡快出爐 我不是聰明的 我自己忙得發瘋 但商界 睡都沒有時間分 反而就是 我提醒大家我的 methodology 是怎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自己計算都計算 就是Listing Excel 1194個學 第一不要對賽名 分裂完之後 都不要以為鐵板一塊 什麼功能組別 就等於一定投票 起碼在中醫藥界裏面 三個都已經是泛民 變成千萬不要假設 第二曾主席在那個位 放在哪裏 那個圈子裏面的路外國 會不會希望延續689 社會內部鬥爭路線 明白 也千萬不要那麼天真叫 有人說我會跟別人不同樣 信以為真 可能他也真心以為是真 我真的 很少討論林鄭 不好意思 我跟她有合作項目 所以我知道什麼事 所以林鄭對我來說 我也是中立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討論她 養愛秦正 這是天使 我有瓜葛 沒有辦法 我對林鄭沒有什麼反感 她是一個 英式的公務員 技術官僚出生 她的工作能力 為什麼叫做眾人奶媽 因為 這個政府 上來的時候 碰的人不是太多人肯埋堆 個個都要她照顧 在能力上 你是 不需要置疑的 問題是 她應該有自己的路線 不要想著說 我要走回原先之前五年的路線 不會 你是會為自己 保密的 你應該說我會走一個新正的路線 以前好的我留 以前不好的我一定不做 但六八九都還有很多小動作 絕對多了 例如 放了團地波 做這個財政 去施施掌 所以為什麼香港的土地問題 經常土地不足 就是有一群混蛋在團地 應該可以用的土地 他們不用 我純粹跟報局上的著手 看得到六八九依然是想延續自己的政策 即使自己被勒寧勸退 雖然自己的家裏又被人放上桌 他依然是很密集 而且集中地安插自己的人 在所有關鍵政府位置裏 所以 譬如這些就是做部署 其實是增加了林鄭的施政難度 如果他要當選的話 林鄭卿就解釋了一件事 第一 你這個不行 你會不會好像 林大輝那樣 賠半年兩給你 我想全香港市民如果眾籌的話 這是第一件一定眾籌成功的事 一定不是很多錢 六個月人工 就是全香港眾籌 就是全香港眾籌 一人一元七百萬 都不是很貴 超過六個月人工 我想小朋友自己會拿自己 零用錢 一人一毫都可以 整隻豬仔這樣扔過去 所以就是說 這些施政難度 這些部署 很難看得爆 六八九依然在安審自己的親信 各大要衝 擺在那裏 確保自己的路線可以延續 而說到路線延續 這間政府不做交野公園 但是他在最後一份施政公園 他留給下屆政府做 他就罵了一條命 一定要移動這個交野公園 然後有一個說 關鍵 根源土地房屋不夠 因為土地沒有辦法 釋放 我們在這裏說過很多次 蕭公寫過很多文章 土地大把 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那裏錯誤 或者有土地你不去用 欺善怕惡 或者狼狽為奸 才搞到土地不夠 分配問題 不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問題 資本主義也有分配問題 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不成功 你根本不是市場能為 你說釋放土地 我現在打一張牌 不是釋放土地 釋放現有的房屋單位 你糾正違規就已經搞定了 釋放現有的房屋單位 打擊炒樓 將那些炒樓 團地團樓那班 懲罰性的罰款 甚至判那些 長時期的坐姦 一定要將香港的房屋 變成只能夠住 不能夠作為任何投資用途 我們祖國說的 房屋是用來住 不是用來投資的 就算不是祖國 還是德國香港 我不說德國 我們愛國 跟著祖國的路線 走路線 房屋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要愛國就 拜託跟祖國這一句 德愛國他們不跟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假愛國啦 男生為什麽明白 為什麽剛才我先說的 老愛國 站著他的立場是真愛國的 真愛國的 現在那班廟堂那班 假愛國的來搞團地 老愛國的來搞團地 冷攻 你說會不會鐵板一塊 不可能 選戰工程裏面提醒大家 各位參選者也好 助選者也好 深清眼良看清楚 形勢並非如大家想像中那麼表面 只是郊野公園這下 都看到路線在延續 到底大家受還是不受 絕對不能夠動 郊野公園不是給你做民餘康 郊野公園是保護我們的食水 水塘 水資源 是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鄉 最重要的資源 人是可以 很多人不吃東西都不吃 你試試幾天不喝水 對不對 水資源是最重要的 中國本身是一個很嚴重缺水的國家 東江水除了污染嚴重之外 你隨時會有一個大乾涸 這個題外話 生態災難是甚麼意思 除了缺水之外 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不止是霧霧 是霧霧出現變化 是出現了酸霧 不是霧霧的塵會噴死你那麼簡單 而是霧霧本身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酸性 就是說基本上講難聽一點 如果上帝會設計一隻 煞蟲炸彈的話 我相信概念也是差不多 其實煞蟲炸彈 煞蟻物變成酸魚 在很多工業國家以前都發生過 一早已經出現過 中國更加嚴重 不是酸魚 酸魚我都明白甚麼事 大氣對流 娛樂回來 你都會過 現在是酸霧 酸霧 酸霧 為什麼要說是煞蟲炸彈 我自己 我真的去過東江那邊的河原 親自見過 他那裡的水 他那裡的水塘 水的防止污染的情況 是遠遠比不上香港的水塘 我不是說上面不努力 但是他的機制的確是 漏洞你很明顯看到 例如他可以變成一個旅遊區 你那裡有些船 你可以租船 這個不是那個水平 插開一點題外話 因為我自己也做了 中國的事這麼久 我自己都可以講一些 內幕消息跟大家解釋 阿楊的見聞 阿楊就只去見 客觀地見 我跟官員談完後就知道甚麼事 管理水平的而且確 就比不上任何地方 所以 最慘的是天然資源的詛咒 天然資源越好 反而越糟糕 正正就是 因為河原 河原 河的源頭 山清水壽原本水很漂亮 國家一級水質 比法國礦泉水 真是這樣的 問題正正就是這件事 正正因為水質太好 吸引了甚麼加科 那些 靠數字 起家的官 撲命吸引外商 去那裏切廠 切甚麼廠 最需要乾淨水的廠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不是秘密 大家上網查查 中國的統計數據 全世界 絕大部分的這些 所謂電子顯示屏 都是在中國做的 全世界絕大部分 但是中國絕大部分的顯示屏 你猜在哪裏做 哪裏 就是河原 因為那個精密電子的生產過程 需要用純淨水 純淨水從何來 如果我在東江水抽出來 不可能純淨水 你怎麼過濾都純淨不了 他就在最美的 泉水 抽全世界 最美的水 然後用最小的成本 去淨化 就是用了結淨水 達到那個要求 生產電子顯示屏 後果是甚麼加科 就是東江水 那裏會嚇壞 為什麼 東江水會過得電 有很多電解物質 在那裏 我都去過深圳的一些水庫 經過的 在旁邊建酒店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你經過那個 當是旅遊的湖區 人工湖區的時候 有臭味 你經過香港的水塘 是沒有這種味 這個又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都是搞旅遊 你試去日本的溫泉區 看看有沒有臭味 那就是 人類都要搞旅遊 就視乎你怎麼搞 那就是揭責而餘 誰人去旅遊 大佬啊 揭責而餘 所以 香港的水資源 以及因為水資源 而衍生出來 會保護它周圍的土地 所以就是 路線問題 如果你當郊野公園 團地坡很明顯是用那些思維方式 發展的硬道理 如果你利用中國大陸 那種管理天然資源的 那種概念來管香港 你一定會失敗 正正就是因為香港能夠有交易公園的山清水修 不是說你是否市民康律 順路就麻煩阿仰去 行山多就知道 順路去消遣 原意不是為了要你去消遣 而是為了保育 所以香港能夠保留到我們山清水修是一個很重要的印象就是交易公園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的交易公園那麼漂亮 於是有人釘中它塊地 於是開發了塊地 用來炒樓 用來團地 但是你和東江的鎮政府的思維水平又相差多遠 你明白了 如果你是這樣玩的話 很快就輪到我們的城門水塘變成東江水 你不用輸入東江水 你在城門水塘就等於東江水質 還有你那個交易公園是一個高水平的發展城市 那個綠地保育的一個標誌 你如果是很粗放的那種發展模式 就會道道石屎森林 但是你自己看回香港 在衛星圖一看 香港是大部分綠色土地 北面全部是石屎森林 你只知道去到一些邊境地方遠足 郊遊經過 你看過對面 還有看回香港這邊 所以就是反省一下 每個人都以為發展到硬道理的時候 現在每個人都要買獨房的面具 獨木森林 獨木森林 發展是硬道理的結果就是 你民不聊生 要買氧氣罩 要買房的面具 反過來看看 香港現在難得麥利浩當年畫了郊遊公園 保得住你山清水秀 現在你說你要開發它 這不是叫開發 這叫產 這叫破壞 要香港全家產 是產交給公園 而這些土地的利益會落了什麼人手上 就是落了最有資本去囤地 囤樓炒樓炒地的那幫 喪心病狂的人手上 那怎樣可以解決到房屋問題呢 男生的樣子是很老實的人 我很冷血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老實說的事實 你填走所有郊野公園 你都不可能解決房屋問題 你嚴厲打擊 這些炒樓團地 那幫人 他們手上的樓 全部釋放出來 你不用蓋樓 也有很多樓空置 所以你不用算什麼 辣椒不辣椒 你只想一下 你學得老人的招 在稅制上面著手 確保你那幫人不可以炒樓 不可以囤地 你土地空置稅 真的收你土地空置稅 還有物業空置稅 多了22萬多個單位出來的 戶數是少過居住單位的 所以大家看到 我之前都寫過 香港的單位數目 多過所有住戶的戶數 多了20多萬 根本就是團地 所以要處理的話 看看林鄭是不是真的有方案出 看看胡蘇有沒有方案出 所謂的港人話 不是和你喝糖水 聊天 令你覺得很有希望 不是這次感覺問題 反過來 真的有一個政策方案 是足以號召你投票給他 我想老外國都在等這件事 因為他們經驗太豐富了 我想他們不會再受甜而蜜魚 不會受那一套 受出賣太多了 反而他們會很理性來看 到底你的政策是甚麼 到底路線是甚麼 如果不搞清楚這件事的話 票很難歸邊 不是說 下去屋邨 刺下魚蛋 或者那個女兒 不是那種競選宣傳 不是那種 對他們來說不可行 對天真嬌可能不可行 但對老外國一定不可行 老外國不用做 他們每天都會做這些事 師奶 打電話找師奶 什麼師奶 樂園 麻煩你收衫 他們不知多麼在地 是緊貼著每一個 他們的選民 他們用不著走去 跟你們打魚蛋 他們那群很多支持者 很多本身都是在做小藩 基層街坊 所以就密切留意 阿仰真是很忠口老實的人 我不是 我商界神經病 你也是天使來的 不是不是我跟林鄭有合作的 不要說 大家先騙我 我跟林鄭有合作 可能林鄭也是天使 我不敢評論這件事 因為我很冷血 很現實看一件事 我看那件事成年不成 誰其實我不計較 糟糕了 我看郊野公園這件事 橙一定成 補就不成 有一點未必一定 為什麼呢 林鄭是辭職及時的 看清楚 這份施政報告 是沒有林鄭的名義上的首行的 看清楚 也沒有胡蘇 沒錯 是放得很乾淨的 所以到底林鄭上台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依足這份施政報告去呢 但願她會食言 她說我會繼續延續上 政府的路線這句是食言 你自己看這份施政報告有很多食言 很多食言在那裏 說明不動 交易工人家 就在本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來動 問題的移數是什麼呢 這份施政報告是否等於 上一屆政府施政報告 為什麼 你沒有了兩個很重要的核心人物參與 一 財政司司長沒有參與 亦都是當中所說的財政政策 是沒有財政司司長的 endorse的 有 團地球 只有團地球 那你只要下屆 不受團地球玩就搞定了 此一 第二 亦都沒有林鄭的endorsement 她已經不是施政司司長 她沒有這份施政報告的包袱 照計是沒有 如果林鄭的說話你用兩種方式反過來看 她是說上屆政府政策的延續 她沒有參與 算不算是上屆政府 所以一個很過癮的說法 現在這叫看守政府 不是叫上屆政府 自從689說不玩之後 新聞報導有關 她的新聞報導 都真的 少了很多 很過癮的 所以記住 林鄭是一個很露練的行政官員 她怎麼會被小動作 限死她 想清楚這個 做得奶媽幾十年 難道會被這些小雜種拖來猴腳 玩嗎 另外我亦都 施政報告看完 有一句 我看到農地那一段 說到土地發展及執管 農地那一段 去年公佈的新農業政策落實發展 對付 我到今時今日 不同意 你周圍亂倒 縱容別人 等於變相鼓勵 那些土豪惡霸 亂倒泥頭 你只是在中泥頭 你是在破壞農地 是吧 另外一件事 觀眾提醒了 我未必一定同意 有觀眾說林鄭很離譜的政綱 到現在都不願意寫 未必 為什麽呢 的確事出突然 你不可能一兩個例子 就寫一個政綱 不是完全沒有施政理念 照計不是完全沒有 問題的變數是什麽呢 第一你出了這個施政報告 沒有人回應 要改還是不改 你把財政的策略 那財政策略如何 是沿用現屆政府 放在團地坡上 還是真的升上正 傻強上來 技術官僚安靜 陳德琳也行 很多人都知道財政思想 就是維律史這個沒有 大家明白 香港財金人財 應該是世界上 比率最多的一個城市 香港財金人財大把 唯獨是一個不是的 就坐在那裏 那你說林鄭現在 怎麼寫政綱 我相信林鄭現在 廢殺私糧的政綱 怎麼寫 還有他這兩個星期 只是應付記者的問題 你只是設計一些答案 也都衷套 陳德琳也拯救了 西九 故宮 他們也猜不到 兩件事一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林鄭有一點 是政治上扣分的 那麼沒有政治 智慧 所以我們說話有時激動 但是到了這個 我們都覺得 就算林鄭未有政綱 都不可以完全怪她 我們是一定以事論事 以戰論戰 以戰論戰 不是情緒帶共的 上一次你記得競選的時候 為什麼政綱那麼時刻出街呢 其實六八九叫陣叫了很久 要辯論 諸如此類 但是當時 大家未有什麼具體政綱出街 變什麼鬼的論 傻子 其實大家心想 數一下上一屆的競選情況 所謂政綱 都不是那麼早出的 都不是那麼早出的 所以這次更加混亂的情況下 六八九被勸退 然後胡蘇仔一馬當才跑出來 再加上胡官 再加上葉劉 所以其實混戰局面 非常明顯 胡蘇仔字也未寫好了 不用問阿貴 另外就是林鄭 更加在短的時間之內 就算她有真正的概念 可能她都想著會延續的 但不是用特首的身份延續 現在臨為上馬 她要變變的身份出來的話 亦都肯定要時間去消化 正常的這個 所以我覺得大家 觀眾拭目以待 他們一定在做事 今屆會好看 今屆會好看 照計今屆和上一屆有一樣東西不同 你沒有那麼黑材料出 你突然說是黑材料 唯一要黑材料坐下就等你打 等你收拾她 無關事她不參選 胡蘇仔或者林鄭 胡蘇仔是沒有黑材料的 或者林鄭也沒有黑材料 不用想了 胡官又沒有 更加沒有 亦都有一個是不用的 不用黑材料 不用啊 大家太清楚了 都數了黑材料 就明白了 即是沒有上屆那麼多過癮東西 另一類的過癮 另一類的過癮 這次可能真是鬥政綱 如果真是鬥政綱 可能這次真的要鬥政綱 如果真是鬥政綱 鬥真材實料 那就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健康的 亦都是提醒大家不要跟車太貼 成報故事人出席大家不要跟車太貼 深刻是真的 另一種看法 我不是用陰謀論來看這件事 我是用一個很冷血的 對戰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第一 各位參選人今假期很難出黑材料 甚至沒有黑材料可以出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能不硬鬥政綱 你不能不硬鬥政治實力 你不能不硬鬥選票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自都硬鬥的時候 那根本的選位都是疲勞轟炸的 明白嗎 他沒有辦法讓神仙敵子去哪裏走 沒有辦法 所以變得很明顯 他真的要體力靜光 我不知道阿爺怎麼搞 會不會習近平親自來的命令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那麼傻瓜 傻瓜 但這次很難說有借口給人一面倒 站在某一面 上次堂堂真的是黑材料 有些人被迫站在另一面 都是689票 所以這次更加精彩 我反而就是希望大家 平心靜氣 除了阿楊 應該激動 激動不要緊 我是看到團地 這些才激動 矛盾不是指著那幾個人 你那四個選的我從來沒有說激動的 等那四個人出來怎麼回應 這份思政報告 會問的 一定會 到底會跟 所謂演藝節目 看守政府 會跟689有什麼不同 這個反而就是政綱的藍本 明白嗎 明知路線是錯的 你會跟什麼不同 這個才是第一個大問題 所以反而就是 接下來這幾個禮拜陸續會滾出來的 但是拭目以待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值得看的 絕對值得看 越來越好看 今晚雷王不在 天氣轉陰搞不定 所以差一腳 免得阻礙大家 遲開波 不好意思 希望 準時收工才行 下個禮拜是新春特輯 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聊聊 新春前選戰形勢會發生什麼事 拜拜